好,就聖,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今天最高兴趣,它狗在这里 我很喜欢狗,而且这狗它赶了半天,它不走 这是不是国家研究所的狗,还是这边的狗 这边的效果,我们土是系人,所以有几条狗 赶不走,就在我们的狗,什么都赶不走 我想今天这个议题,大家都重视 也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叶医生在前几年 在中南部开会,开了很多次会议 然后PUSH,政府要重视2.5 因为他们的PUSH,所以黄包署在2012年 就公布了2.5的空气品质标准 那如果说是跟中国大武器,我最近在联合法写一篇文章 我的标题原来是说,PUSH2.5 动摇中国的国本,这个联合法没有用,不太登出来 结果这个登了以后,我说的文章里面有讲说,2.5议题 对中国来讲,不仅是反应议题,也是影响国家政治社会安定的一个危机 所以稍有不慎就动了国本,不得了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还有新华社都到我家来访问我 那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跟中国大武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我们是因为很多关怀环境的这些黄包团体 公民参与,对政府施压 所以黄包署,我记得我当兼职处长,当空袍处长的时候 对2.5的议题,我们都是,因为它是我们在环境,这个经济学上来讲 它是编辑效应最大的,编辑成本最高的一个污染项目 也就是说,我们去治疗,我们去改善PM10,改善臭氧,都不那么困难 2.5啊,它不是一次污染物,它是二次衍生的污染物 它就是说,这个人跟自然产生的这些污染,经过光化反应 所以它很难管,也是非常贵 所以我们把它摆到最后 但是呢,慢慢的,我们有了光化站,我们有了这个超级测站 然后我们在2006年啊,环保署在全省各地都已经设了2.5的监测站 我们可以掌控现况,掌控数据以后呢,开始在研究定定标准的这个可行性 但是政府会拖啊,如果没有像叶医生这些啊,去再运用各种机会啊,去给政府施压 我相信2012年我们的标准出不来 那相对的中国大陆,这几年来它的这个雾霾天节比严重 中国大陆这个经济成长太快 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国际上宣导他们10.5的成果,节能奖牌 可是这一次,这去年到今年为止 这样的严重雾霾 这是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 所以中国大陆在两三年之内,我们知道这个北京 美国的大使馆公布了这个2.5后 中国大陆跟美国外交关系非常紧张 为什么?就是中国认为它违反了国际公约 你不可以在我国家公布我的数字 可是美国人大使馆说 我是在我的,这个大使馆属于美国的 我在我的所有权子里去公布数字是合理的 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啊,它的数字 这个北京的数字高很高 所以呢,就逼得中国大陆面对2.5 就是变成中国大陆的2.5时代开始 所以中国大陆开始设监测站 马上要迅速这个监测站以后 公布数字,公布数字以后 还有这个应应计划 然后还要做应变计划 单转两三年 这几天开12中协会 几乎所有的议题都在2.5 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2.5啊 它不但是在它国内造成 它交通不便,人民身体健康不好 而且造成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国际信仰不好 很多外商投资啊,缺步 很多在外商代表在中国大陆的 想尽办法来丢掉 它那个驻华大使 是不是最后这样跑掉了我不知道 所以外国人他不敢到处进去 不敢到处进去 所以中国大陆的2.5问题啊 在我看是重点过分的啊 国民党在这个几十年前啊 国民党这个 执政的时候 他是不太重视环保 所以一系列的李长龙化工 一系列的一清二清的这种事件 这个在野的势力就把它成为一个 把一个环保运路 变成一种社会运动 变成一种政治运动 把环保一级变成社会运动 变成政治运动 把环保一级变成社会运动 变成政治运动 就这样就要正确了 所以我常常拿这个案例 讲给中国大陆人听 他们回去写专案报告 写着报告的人就深乐观 所以今天的各位啊 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啊 等一下这个2.5对身体不好的 我们这个叶医生讲了以后 会让你毛骨悚然啊 我以前都不会在乎 我现在他讲过以后 我还是开始怕了啊 今天不太好 可能是不是2.5 我不知道 有点 我有几张片子啊 因为今天的主办单位说 不要slide 但是我几张漫谈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稍微放一下啊 老师的人啊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不太会讲 物跟这个麦不同 左边的是物 右边的是麦 两个都是影响能力度 物是水气 麦是污染物 物让人有感情 有觉得有情调 我到阳明山一上课看到物 我爽死了 因为我们台北市已经看不到物了 可是麦就让人身体不好 物麦是气象单位观测的时候 我们很难用肉眼去分别它 所以就用雾麦天气 来表达人人不佳 而且是空气品质也不好的现象 今天 今天的我们天气啊 我从昨天开始追踪 今天的天气就是雾跟麦 就是我们台湾受到大物影响 但是我们也有台湾的影响 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拉萨他的 他们做的研究 从2001年到2006年 他把它把它处理以后 总加 我们看到的中美都这一带 从中国 东 东部一直到中亚 一直到北非 中东 都是雾麦的最多的地方 那中国大陆的颜色最高 也就是它超过其他国家的地区 这个报告是在2010年出来的 那从那个时候呢 国际上对中国大陆到2.5 就开始重视 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我们发现 最近这几年了 这个雾麦天气 对中国大陆生活的一些泄险 衣队区女戴着帽子照相 这个脸上一般看见 那还有人这个 这个打太极拳 这个是生活习惯 大家在做过程里面 都会戴口罩 这个口罩的销路非常高 下一张 这个是交通影响 不管船运海运风雨 都是有影响 那中国大陆现在很厉害 因为飞机啊 因为有雾麦就不能起飞 所以它现在要求 驾驶员要由一气飞行 雾麦中还是要飞行 这是也是很厉害的 下一张 这个是北京的外国学校的学生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就花很多 花了几千万美金 做了一个气罩的体育馆 我们看里面 下一张 这个里面呢 它是塑胶两双层 它可以用特殊的过滤器 然后这个过滤二年以后 在里面这个活动 那这个成本的维修是非常高 有钱人才读得起 下一张 那这个是所有的医院 这个不管各地的医院 人满为患 尤其小孩子最可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就是一个小孩子 大概也是少子化 一个 来天带着口罩在家里玩这个 玩电脑 玩这个手机啊 晚上看什么呢 各位看这张 晚上他洗鼻子 我不知道 叶医生看看这个是不合理啊 他这个晚上用盐水洗鼻子 是每天的功课 很奇怪 下一张 这个是造成的原因 我们看到左上角 它是焚烧 就是中国大陆啊 农地很广 那么秋收以后啊 从六七八九到各地啊 它这个 就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农地啊 它一烧起来 那不得了 另外一个是车子太多 到现在为止 它每年增加两千万米的车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工地 最下面的左脚就是工地 它的工地管理太差 跟我们台北市没得比 各位如果你在台北市看 任何铺马铺铺油 混合工地 我们非常严格要杀水 那个被土车不能随便让开 另外就是工厂的污染 重工化工业的集中污染 另外它的所有的这个煤啊 发电厂也好 它的煤是没有覆盖的 它的煤是露天脂肪 下面一张 这个就是我们讲 它因为在2012年 因为这个 收过这个麦干以后呢 它们就用火烧 因为太大面积的火烧 大概几十万米方公里的火烧 这个武汉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覆盖了 几个省全部覆盖 这是非常惊讶的现象 下一张 这个就是我们1月21号 中国大陆的天气图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这个大陆刀鸭中心啊 它没有梯度 就是中间间额台大 没有梯度 它的污染物就在这个刀鸭H 那个附近啊 它累积了 累积以后呢 它就顺着刀鸭 就会到台湾来 我们看看刀气压的边缘 会到台湾 好我们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1月21号 台湾各地啊 因为环保署有这个观测站 当时我在当地处长的时候设立了 然后它有照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PM2.5的值 PM10的值跟当时的人见度 你可以看得做比较 那这个都是受大陆雾霾的影响 因为天气图啊 我们可以一路的追踪啊 这个不能 这个它逃不掉的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2月26号 我们看到这个图啊 好像高气压不见了 我们看到一个地压 台湾附近啊 没有剃度 然后有一个封面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右上角 所以这个被大陆无关了啊 风下不来 我们看看这时候 我们台湾本地也会产生2.5 我们看看下一张 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啊 这就是我们台湾本地的 我们看到这个万华 我们万华那边看不到101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万华的时候 其实是48 这是几点啊 这个是上午 我们看到阳明山28 我们看到这个西屯 我们看一张最经典的啊 就是这个轮贝 轮贝这个2.5啊 它是那天是76 我们看到上半部啊 全是蓝色 淡蓝色的清空 可是我们看到它最靠地面的 归暗色的 那个就是2.5 那个就是麦克 这个是最经典的一张 那这个不能怪大陆啊 这个这个将来啊 要追究他们的话 就用这张就可以追究了 这个天气图也证明 这个不能怪大陆 所以啊 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要治理2.5啊 各位很关心2.5的 我们台湾政府面临两个困难 第一个是大陆 大陆哪一个东西 我们怎么样去跟它合作 怎么样取得更早的资讯 监测讯息 然后跟福建 沿岸的这些省去合作去治理 台湾在空气污染改善方面啊 我应该还有点经验啊 当然很多环保团体的朋友 还是不满意 但是我们尽量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本地 我们产生的这些 这个在这种天气过散不好的时候 本地所产生的才满 那政府要用什么方法的西化 因为防治2.5 跟防治其他的租金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衍生物 所以我们 第一个要抓前单的这些污染物 让它没有机会再去做方法反应 产生被细的颗粒的污染物 那么我们怎么去区隔 大陆2.5的成分 跟台湾的成分 然后呢 因为这个成分的变化 有季节性 有地域性 那将来 这一个部分的工作 我常常跟防防署长 要他们说 像这个2.5圈战 但是沈士风一直不敢做 就下台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 新的署长会不会这样做 不过我们会尽量给它压力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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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